也许你往哪儿 那首歌怎么唱就像忘了当时的月光 如今我颤抖横迹那段旋律 你能否感受往日的定限 那充满理性和激情的时光 也曾有过迷茫和忧伤 虽然艰辛却如此荡气回肠 在记忆中闪耀着光芒 我们琴琴唱 听回声多了了 当时热过的胸膛 也敢充满力量 我们琴琴唱 听回声多了了 在记忆下新的梦想 连车追出方向 我们琴唱 听回声多了了 我们琴唱 听回声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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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 琴唱 听回声多了 我琴唱 听回声多了 我琴唱 听回声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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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散发美丽成现在 让汉水尽情飘散 啦啦啦啦 尽情摇摆 啦啦啦 尽情摇摆 耶 谢谢 好 亲爱的朋友们 重温时代经典 唱响回声嘹亮 您正在收看的是由天王表夜特约播映的 回声嘹亮 大家好 我是李思思 欢迎所有光临现场的朋友们 你们好 大家好 我是尼格买提 欢迎各位 这首歌真的作为今天的开场曲再合适不过了 把我们每个人都带到了自己最青春的校园时代 觉得年轻了不少 对 而且我觉得你今天的穿着就有点像校服的感觉 我觉得你今天的穿着特别像我小学的数学女老师 那叫一下老师 老师好 其实我们今天要为大家呈现的是一期特别的节目 我们也希望把这期特别的回声嘹亮送给全天下所有的老师们 先来点实在的吧 为大家送上一首歌 也借这首歌送上我们的祝福 祝愿全天下的各位老师 教师节快乐 快乐 宝贝愿全天下的歌 谁听到我们的天下的歌 好多的一篇歌 好多一坑 帅 自己也送到自己最大 gent 你要为大家带到自己在相对的 这个人都要不便宜 你 瓜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都是曾经的学生 现在大家非常喜欢的演员 今天我们请来的这几位 其实都是和一位 这位嘉宾都是他们的老师 我们先来通过一段短片 认识一下这位得高望重的老师 张华 中国电影艺术家协会会员 北京电影学院语言艺术教研室主任 师从于张仁里马金武老师 从事教育事业近四十年 编撰多本表演内书集 逃离满天下 培养了众多观众喜爱的演员 导演 编剧 传道 授叶 解惑 把毕生经历都给了教育事业 把所有的爱都给了自己的学生们 有请电影学院博士生老师 张华老师 掌声在这里一点 欢迎张华老师您好 您好 张老师您好 现场的观众朋友们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 在座的来宾朋友们 大家好 您在学校里从事的是 哪几门课程的教学工作 我主要是表演课和语言课 俗成就是台词 我们经常会给一些 学各种不同专业的人 来一些换位的一些表现 比如说我拿最普通的 全场观众最熟悉的一段歌词 让您用自己台词课老师的方式 表现一下会怎么样 好不好 好 这首歌的名字叫做 小苹果 你是我的小鸭小苹果 种下希望就会有收获 哇 虽然旁边伴着小泥 略带浮夸的表演 但是张华老师依然是 非常淡定地完成了这段朗诵 接下来该你来演绎了 我可以模仿一下是吧 模仿一下 好 你是我的小鸭小苹果 怎么爱你 都不嫌多 红红的小脸 温暖了我的心窝 点亮我生命的 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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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行行 小眼笑死我 行行行 乱八糟的 这样好不好 我们同样的一个稿件 我们请张华老师的学生现场即兴地给我们来一段好不好 好 我觉得就那位吧 就现在坐在现场的第二排的那个戴黑帽子那个 那人看着好眼熟啊 一直在看我们的那个 你之间奔跑的怎么样了 奔跑吧兄弟 来我们欢迎包贝尔给我们来一段 这个 现在老师得说什么 老师好 乖 应该要提前打个招呼吧 就要这种即兴的效果 开始了啊 你是我的小亚小苹果 就像天边最美的云朵 春天又来到了花开满山坡 种下希望 就会有收获 哎呀 哎 同样是这种深沉的朗诵感觉哈 我怎么就更喜欢包贝尔这个版本呢 不是我跟你说 我觉得随便一个女孩子 不看脸 光听声音绝对会爱上她 对 如果看脸的话 可能完全也不会喜欢她 对 哎 关键是两位这样的表现方式 我想问问张华老师 您更喜欢谁的版本 谁处理的更得当 那当然我喜欢我学生的 啊 您觉得她处理的好在哪 实际也不算太好 也太好了 但是跟跟小女比好那么一点点 所以我要向您学习啊 我们也谢谢包贝尔 一会儿还有更多的表现空间给包贝尔 奔跑吧兄弟下 请张华老师落座 好了 亲爱的朋友们 接下来呢 我们要为张华老师送上一首歌曲 希望这首歌曲 也能够送给全天下的老师们 让我们共同来欣赏 谢谢 谢谢 最美不过西阳和 温馨有从容 夕阳是万态的花 夕阳是晨年的酒 夕阳是世道的爱 夕阳是未了的情 不舍头情爱 过多一情夕阳朵 夕阳是迟到的爱 夕阳是未了的情 不舍头情爱 过多一片夕阳朵 好了 亲爱的朋友们 接下来我们将会逐一 为您请上张华老师的得意门声 首先出场的这位 他究竟是谁 他跟张华老师又有着 怎样的诗声情谊 有着怎样的好玩的故事 接下来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 有请张华老师的爱图 马树超登场 有请 马老师一上来就捧着一束鲜花 我是张华老师第一批的学生 那时候我是班长 张华老师要求我狠言 教我做人 教我表演 谢谢张华老师 那赶快把这束花送给张华老师吧 你们班是七六班 七六班 有一些珍贵的影像资料 可以和大家分享 来看一看 这是我们演那个 雷锋 那时候我演队长吗 中间那是您 对 我演队长 这边是蔡明 蔡明 对 这是蔡明 她那时候才15岁嘛 特别像个洋娃娃 我觉得她那个时候 所以我特别想问问您 您和蔡明姐合作了那么多作品 和她合作过程当中 有什么好玩的事没有 好玩的事太多了 她演的魏晓明嘛 骑着摩托车 追郁阳的时候 追郁阳老师的时候 突然间哪摩托车啊 失灵了 我怎么踩她 那咋已经失灵了 完了以后我就说 老蔡 赶快跳车 那时候她因为她最小嘛 就这样 她叫老蔡 老蔡 跳车 哎呀 不敢打 老板打 快救命啊 我想那个画面就有点像 现在那个动作片 好莱坞大片的客气 对对对 张华老师对于这个班的学生 您有什么样的印象 因为他们大部分都是来自 各个制片厂 演员剧团的演员 有的呢 年龄比我大 所以我教他们也是 胆战心惊的 还胆战心惊 但是也从他们身上 学到了很多很多东西 哎呀 今天我们马老师来 其实是来向张华老师 表达谢意的 你看刚才一上场就送了那么大一盆花 我特别想请您再用言语的方式 对张华老师表达一下您的感恩好不好 张华老师 这么多年 您的教诲 您的教导 您教我的表演 教我做人 我一直记在心上 往后呢 我还是把戏拍好 把人做好 谢谢张华老师 这份感恩和铭记啊 应该是对您最好的回馈了 对对 您怎么能给我们送一首歌 为了感恩嘛 我就唱一首 我从电影学院毕业 上的第一部戏 就是戴手铐旅客 而且这首歌呢 一直流传到现在 所以说 这首歌 师生情 兄弟情 同志情 我就献给张华老师 好 哪有全国通缉的走资派 不带手铐呢 从大海游 踏踏踏踏踏踏踏 我梦里的眼泪 耳边响起托银声 拓踏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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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踏� 那时候我是班长 张华老师要求我很年 教我做人 教我表演 谢谢张华 好了 亲爱的朋友们 接下来我们要为大家请出的是 张华老师的第二批学生 我觉得这两位出场 也代表了一份传承 因为他们两个本身的关系 是父子关系 但是又同时是张华老师的学生 没错 没错 爸爸冯恩赫著名谍战剧 《潜伏当中》饰演了吴战长 都看过 所以接下来这两位 已经来到了我们的现场 让我们用掌声 欢迎这对父子兵 太精神了 你们好 欢迎两位 你们好 您好 能看得出张华老师 跟这对父子感情很深呢 我先问问冯老师 就我现在目测 我觉得您年龄和张华老师 好像差不多大 是吗 差很多 他比我大 还不是大一两岁的事情 怎么结下师生缘了呢 90年 找电视学院招进修班 我想利用这个机会 把平时那些碎片的理论知识 到电视学院去系统一下 于是乎张华 就变成了我的张华老师 我是电视学院毕业之后 我父亲说 你考个研究生吧 您就考张华的嘛 跟他能学本事 然后我就 就考张华老师的研究生 交出了父子两位学生 这爸爸和儿子 哪个在上学期间 表现更好一点 说起用功 他们父子二人 真的都很用功 因为他有更多的演戏的经验 那么他呢 我们的本科毕业之后 考我的硕士研究生 所以也很用功 除此以外 他的木拧活干得相当棒 我们家的家具 都是我爸自己牵手做的 这实话我不太相信 这家具都能自己打出来 我不太相信冯老师 你看一边演戏 一边还做木工活 来 我们今天带了点木头料 让他给我们打个衣柜 啥就行吗 真有吗 有吗 来一个 不是为了凸显冯老师 这个记忆高超 请小泥同学 我不开玩笑 我为什么听冯老师 这事没觉得太奇怪 是因为我爸跟我妈结婚的时候 家里所有的家具 全都是我爸自己一个人打的 冯老师您听出了这什么意思吗 就说他也有遗传 我爸其实跟您差不多 我爸跟您长得还挺像 那个时候生活比较艰苦 难道 我太荣幸了 好了 准备啊 您的第一步是做什么 我要画一个线 要画线 小泥同学 你的第一步是要做什么 你别跟着学啊 花线 哇 你看冯老师钉钉子都不一样 好 冯老师已经钉下了第二个钉子 你老师歪了 张黄老师您平时看过冯老师做木匠活吗 对 我上次去见他请他拍戏 就是他一边干着活 我一边跟他聊啊 是这样 对啊 他那时候打的是什么 打的是个立桂 立桂 马上就要成型了 我建议冯老师的板凳 做成型的那一刻 大家一定要给予热情的掌声 来掌声鼓励一下冯老师 哇 真棒哎 你看 特别严丝合缝 哎 你快一点啊 你就这样吧 我觉得你这是后现代的作品 我觉得很洋气有没有 这跟一般的凳子不一样 但我觉得啊 要检验板凳这做工怎么样 最重要的就是能不能禁得住人 对不对 接下来啊 我们请小冯同学吧 试一试爸爸做的板凳 包贝尔要不要试一下 爸爸做的 那个小妮做的板凳 现场有没有观众要试一下 我们有礼物的 你愿意哈 来 姑娘 你等一下 你等一下 来 请这位木匠把手松开 把手放开 小妮 你的很接着没有 现在做完了这个板凳 有什么感受 后悔了没 不后悔 因为有礼物是吧 翻着礼物是吧 我告诉你 你的礼物是什么 就是小妮亲手做的板凳 当然同时 我们也有一份真正的礼物 要送给你 天王表 送给你 经过这样一段 简单的展示之后 我们真的发现啊 张华老师真的所言非虚 确实是冯老师很厉害 木匠活干的 但是小冯同学 你就光说说 也没带什么礼物 给张华老师 反正我是觉得有点遗憾 有你这么挑事的吗 我准备了 那拿上来吧 好不好 好 小冯同学 你亲自去端吧 这不会是你自己包的吧 不是不是 但是这是给张华老师定的 那个我们上学的时候 我读研究生的时候 我们张老师最喜欢的一件事就是 中午脱堂 这一说可能半个点就过去了 再一说一个点就过去了 张老师还有一特点 喜欢吃回乡馅的饺子 所以我们就 一星期上张老师三天课吧 吃三天饺子 那个上一个月课吧 吃半辣月饺子 上一年吧 我这个大概算了算 怎么着吃饺子也吃了 小一百多顿 所以你现在看到饺子的感受是什么 所以张老师您全都自己吃了 谢谢 因为我真爱吃浑香馅饺子 这样吧 张华老师就和冯老师一块 咱们品尝品尝 小冯同学带来的饺子好不好 对 我不客气了 是回乡馅的吗 是 谢谢 今天是我们第二批学生 来到我们的现场了 我说这样吧 那接下来我们回声聊量的栏目 也送一首歌给我们三位 也送给所有的观众朋友 我为什么还在等待 第二批学生 希望您二位每天都能够平安幸福快乐健康 穿恩情 红鱼 你怎么看 我觉得特别好看 对于嘉宾今天的表现 你怎么看 我觉得特别棒 你对我怎么看 我不敢看 你为什么老问我这个问题 你看下面这是谁 你一看就明白了 接下来 这一位 他出生于许一世家 三岁会背整段快板书三大白骨精 成就了他在白眉大侠里的精彩表演 如今因为电视剧神探敌人节流传出的一句 网络神语 原方 你怎么看 他又成为了网络红人 对于他 你怎么看 我看他还挺好 那在看他之前 我们先来听一首歌吧 就是神探敌人节当中的主题曲 有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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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次听到你 总是大风起 每次看到你 却又惊雷起 长颜落日山河庄 你在飘渺云里花里 你在爱飘渺云里花里 唱歌一曲 好风好梦好歌好一气 唱歌一曲 好风好梦好歌好一气 唱歌一曲 好风好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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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ke 演员张子健 哦欢迎哦 我带来了一位 我的父亲 因为他跟我们张华老师 也是非常要好的朋友 张华老师一上场 拥抱子健父亲的时候 都说的是哥哥 认识多少年了 七五年 到今年的一五年 四十年了 整整四十年了 所以子健老师请问一下 对于张华老师和父亲 四十年的友谊 您怎么看 我觉得这个缘分 真的我不知道该怎么形容 刚才张老师 其实我们平时不喊他张老师 我们喊他张叔 张叔 对 我们班同学基本上都喊他张叔 不喊他张老师 只有刚入学的时候 那时候喊张老师 隔些日子熟了 他也对我们也好 就都改成张叔了 都跟一家人似的 您是哪一级 应该是 二八七年入学 八七级 八七级 我们有一张珍贵的合影 我们可以看一看 在这个班里都有谁 那个红圈 右边的是 子健 对 中间的是 中间米山 在旁边那个是 张嘉义 今天的张嘉义 那是张嘉义 是张嘉义 嘉义 江边迎朝阳 昆布山下送晚乡 天不怕地不怕 歌名正 我 紧张吗 我紧背着那种种的壳牙 一步一步的往上爬 二十安骨两个狗里鸟成熟了 好 尽情地唱吧 美丽的姑娘 我弹起那东布拉为你扳唱 不知天上公雀 今夕是何年 一只母鸡不下蛋 把她个子的那龙鲤舞到飞 飞上她的安战其到飞 二十分的南山去喝菜 就她的铃铛法倒飞 这视频 子健老师 您看过这段视频吗 后来 我看过 我觉得刚才他那个朗诵 那个眼神太逗了 对 不知天上公雀 那感觉 挺好 我觉得这些都是非常珍贵的一些 一些回忆素材 我们都应该珍藏起来 对于这个明星班 对于八七级 老师您怎么看 评价一下 应该说 这是一个非常淘气的班 很能折腾的一个班 有时同学出去 互相打架之类的 互相打架 对 这个不是跟外边惹了事 就是跟学校里边惹了事 经常是睡睡觉 就被喊着就来学校了 带过我们班的老师全都哭过 张华老师也哭过 也哭过 张叔对你们特别好 是吧 对我们好 我们真是没少去 蹭饭 张叔家蹭蹭饭去 而且我们班有时候 其实明着就是 明着去吃去 就是说 今儿那什么 您家吃什么 这个事 还真有人 有人有评价 有人有回忆 我们来看看他究竟是怎么说的 张叔好 啊 子健好 本来是计划的要去现场了 但是在这边拍摄实在是太近了 不光是蹭饭了 我说到晚上了 饿了 说这哪都哪吃了 说去老师家里 问张叔家 告诉说 张叔最近这个 作业回报有点问题 我们得想个小品 你帮我们看 行不行 张叔也是磕疼一句 说我吃完了吗 没吃呢 这几碗饭就错了 我来给你弄点饭 反正我就记得我们班同学 所获得是历史的无声菜 还算诚实吧 对 我那时真的非常非常幸福 真的很幸福 而且我记得有一件事情 其实真是让我现在想起来很感动的事情 因为突然有一天 那天就说那一年就是 学校里边突然传说 今天晚上有点乱有点麻烦 然后大家都不知道该到哪里去 结果张叔就到我们宿舍楼这边 然后把班里的同学 当时在学校的全喊上 说走 跟我回家去 就是咱们回家 包饺子吃 去家吃饭去 一直到第二天 早上天亮 天亮 天亮 我们各自就走了 就去车站 去什么 走 不时不刻地在关系 我印象太深的一次了 就是他真的把学生当成自己的孩子 所以就像这次 为什么嘉义刚刚这个是外采的一个 因为他确实最近很忙弄他的戏 结果嘉义当时跟我说的就是看剧组能不能外采 如果不能外采的话 我哪怕让他们停一天 我也得回北京 所以我们大家伙这些学生 其实对张叔也是真是都是心里面都有的 虽然上学就是调皮捣蛋啊 但是学生们对张叔对老师的这份爱 那是永远不变的 可能今天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能感觉到我上来 其实我我精神状态也不是很好 我昨天上午才从医院出来 在杭州 然后就是为了今天他的这个活动 我当时跟医生说 我说不管怎么样 我说我今天您必须得让我出院 我说我得回到北京明天我老师的活动 其实真是这么多年就说 大家在心里面的吧 我是觉得反正我自己这么想 就是说有张子健的今天 其实这里面有太多我身边这位恩师张华的功劳 我跟他学了太多 我跟他学了很多的表演 我也跟他学了很多做人方面的东西 这一切是能够让我受用医生的东西 他昨天确实刚从医院 从这杭州的医院出来 但在昨天之前 他的身体状况非常非常的不好 我都在劝他 我说你不用来了 你不用来了 真的不用来了 在医院里把身体养好 他说我让医生给我打最后一针 然后我拿一些口服药 我也得回北京 所以他是昨天真的是急着为今天的 我们这个现场他赶回来的 因为我其实也没有别的 我只是心里在想一个 就是说28年前我这么大一个孩子 然后到了他身边 他就开始教我们表演 教我们做人这一切 到今天他都这个年龄了 他从来没有求过我们任何一个学生 任何一件事 那我就觉得有一天为了他这个节目 这个栏目 我能够做自己能做的一点事情 我觉得这是非常非常应该的事 所以我就觉得我无论如何是要来的 当初是老师的倾囊相受 如今是学生的勇全相报 此间一定要照顾好自己的身体啊 这样才能让老师真的放心 叔叔叔一直在看 在看我们这样一段师生情念 一直在见证 听了这样一段故事 您作为亲历者有什么样的感受 我对这个师生的感情啊 可能比张华老师和子健 体会的更深 因为我们在我们国家的艺术院校 你们叫老师 叫老爹 叫叔叔 我们地方曲艺演员不一样 我们叫拜师 拜师不是师父的那个父 是父亲的父 所以子健跟张华老师叫叔 我认为也是父亲和儿子的感情 说得好 这样叔叔说的 一日为师终身为父 我们也有一首饱含深情的歌曲 希望送给 替我们这些学生送给张华老师 父亲的草原 母亲的河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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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有张子健的今天 其实这里面有太多 我身边这人恩施张华的功劳 我跟他学了太多 真的是急着为今天的 我们这个现场他赶回来了 母亲的草原 母亲的河 客中有我 母亲的草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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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亲爱的朋友们 接下来呢 我们要请出的是下一组 学生组合 这一组可真的很有喜感 他有特点了 对 他上来我就没了 为什么 他们三个真的是特别可爱 我以为你觉得你和他长得像的 我来介绍一下 他曾在电视剧《公所珠连》 饰演太监苏培胜而成名 因为头发光光亮亮 在奔跑的兄弟中 跑得比谁都快 哪跟哪啊 他年纪轻轻就出道了 因为一句 吼撒嘶儿 一炮而红 让人印象深刻 他曾经在全国青少年 健美锦标赛 获得了一级运动员的称号 出演了新版《红楼梦》当中的 史湘云一角 这不是一个人 我以为你说的是一个人 不是一个人 是三个人 有请鲍贝尔 谢云山 马小灿组成的吉祥三宝 有请 明天你是否会想起 昨天你写的日记 明天你是否还惦记 曾经最爱哭的你 老师们都一想不起 猜不出问题的你 我也是偶然翻相片 才想起同桌的你 谁娶了多愁伤感的你 谁安慰爱哭的你 谁把你的长发盘起 谁给你做的假意 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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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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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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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团子组合 鲍贝尔梅你什么事了 是名副其实那打酱油的 对 先说我提前准备一下 没事 我这纯打酱油的 现在这个不用准备 直接出口就来 介绍一下自己跟观众打个招呼 来吧 嗨 大家好 我是2004级春表班 继续教育学院的张华老师的学生 大家好 我是北京电影学院2009级本科片 一般张华老师的学生谢云山 小叮当 对 长大了 老爷子好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北京电影学2006表演本科班 马小灿 马小灿 等一下 管张老师叫老爷子 老爷子 那你们呢 我基本上什么都 也有叫老爷子 也有叫干爹的时候 干爹 对啊 哇 好亲啊 张叔 老爷子 干爹 老爹 还有叫老爹的 所以你们三个认为 张老师跟你们谁最亲啊 跟我的 必须是我 肯定是我呀 就我最小 我觉得张老师应该跟他老婆最亲吧 当然是 威娜老师是吧 这几位在这说着挺热闹的 我看张老师在旁边偷笑 要不您来说说这 这三学生 老师请坐 张老师您说说吧 说什么 这三个学生 您最喜欢谁 其实我挺喜欢 包贝尔的 这就是排除法 先把我排除了 后面也没有但是啊 我得先垂腿 为什么喜欢他呢 他们入学了 我在拍戏 好来 林文彤老师呢 替我带了他们 有不到一个月的课 好像我就回来了 回来以后 林老师跟我说 说张华你注意啊 这班里啊 有几个孩子啊 是挺调皮捣蛋的 我说好啊 不怕学生调皮捣蛋 就像刚才子健他们 张家义他们班似的 对吧 我说说明他聪明 然后我就去了 突然有一天 包贝尔 我一上课跟我说 张老师 我们把班长换了 我说好啊 我说那 那现在谁当班长了呢 我 呦 这让我特别的感动 还感动 感动 感动 感动感为 而且在他的带领下呢 班里马上这个整个学习的气氛啊 就热火超天起来了 这个故事是有前传的 我刚到了北京之后呢 没见过世面 就觉得太好玩了 每天就拉着我们班 一堆男孩就不睡觉 所以就每天都是上课时间来睡觉 这电影学院反正考进去了 不就是应该成明星了吗 那个时候就这么想的 突然有一天 张老师那个时候刚来 然后就发了一顿火 那天我也是在课堂睡觉 然后张老师就把那个 他的交案摔了 然后指着我 我说包贝尔 哎呀你呀 真的离开除不远了 不远了啊 好我们继续讲课 然后就吓得我跟我们班男生 我们就一块排了一个东西 一个一个一个小品 其实我在家里 一直是一个特别不好的孩子 然后所有的人 家里大人都不让别人和我接触 因为我比较比较逃 比较坏 然后那一回表演作业的时候 张老师帮着我们这一帮 特别坏的学生排了很多 公演那天 然后我的家人也来了 我的母亲也来了 我的母亲看完之后就 我们是一个喜剧 特别喜气洋洋 但我的母亲就在我们卸完墓之后 我发现我的母亲在底下 跟着张华老师在哭 我听到我的母亲跟张华老师说 说我儿子18年了 这是他头一回让我教 浪子回头经不坏 所以你看 我觉得可能有的时候 这个坏孩子是打了引号的 张华老师说坏孩子是因为聪明 但最关键的是 有没有一个老师 有没有一位优秀的老师 可以把坏孩子的前置挖掘出来 张华老师就是这样一个优秀的老师 张老师对你们的评价这么高 在你们身上付出了这么多的心血 你们是不是也得有所回馈和表示 你有啊 我有我有 自己在家里边写的送给张老师 蒲玉魂金送给张老师 谢谢 因为我觉得所有张华老师教过的孩子们 他们都是一些未经雕琢的蒲玉 没有提炼的金子 张华老师做的工作就是雕琢他们 提炼他们 所以我觉得这四个字 送给张老师最合适不够了 谢谢 是我有问题的 是我刚从机场直接赶过来的 所以来不及准备什么 但是其实花有花的意义 我第一回在台上表演的时候 老师把最大的那一棚给了我 让我有了信心 其实我觉得我是老师学生里 就是很一般的学生 因为毕业这么多年来 我一直都在演演配角 而且也没有什么代表作 很多小朋友找我拍照 都是说跑男跑男 其实心里挺难受的 因为我是个演员 然后 但是老师跟我说过的一句话 一直激励着我 机器拍你吗 你有通告他拍你吗 拍你那天你就是男一号 所以我虽然演每一个配角 角色都不大 但我一直都认为 我是那一天的男一号 我觉得四个字虽然是最朴实的 但是却饱含深情 小灿同学 有一件事情我不知道张花老师还记不记得 就是在我06年 我刚刚入学的时候 因为我们是9月份开学 军训完回来上了一星期多的课 然后就到8月15 然后那一天我记得下了台词课之后 然后我就一个人我印象特别深 去买了几串麻辣烫吃 然后因为那天正好是 就是 就那天正好是那个 18月15嘛 然后我妈就给我打电话说 哎呀孩子你怎么过呀 哎呀我说没事呀 我特别好 我跟同学在一起吃饭呢 就不想让我妈担心 然后这个时候就正好看到张花老师和为难老师 就说哎呀 小灿你自己在这干嘛呢 我说老师我买点饭 晚上还没有吃饭 老师今天过节呀 你怎么能一个人 然后我记得老师就把我带走了 然后吃了我就是长这么大以来 吃的最大的一个螃蟹 所以我真的 虽然这个事情是个特别小的事 但是我特别感谢张花老师 就是在我进入电视学院的第一个月 让我能有一种家的感觉 谢谢老师 所以这份温暖也许是不经意间的一个举动 但会让人铭记一生 我觉得这样好不好 小灿擦干眼泪 别哭了 我觉得刚才小灿唱歌的声音特别好听 能不能请小灿再为我们送上一首歌曲 也把这首歌曲送给张花老师 好的 我的心里只有你没有他 你要相信我的情意并不佳 我的眼睛为了你带 我的眉毛为了你画 从来不是为了他 自从那日送走你回了家那天清 不是我把自己吻自己吗 只怪我当时没有把你留下 对着你把心来挖一旁 对着你把心来挖一旁 让你看上一个明白 我的心里可有他 我的心里只有你没有他 你要相信我的情意并不佳 只有你才是我梦想 就你才叫我牵挂 我的心里没有他 我的心里没有他 只有你才是我梦想 就你才叫我牵挂 我的心里没有他 要谢谢我们这三位可爱的学生啊 也有一份礼物要送给他们 天王表送给你 希望你们能够成为自己领域里真正的天王 天后 好了 亲爱的朋友们 接下来我们要继续为您请出 下一组学生上场 我跟你说下一组了不得了 接下来这组是号称九四明星班 都是亮眼的明星 亮眼的明星 而且确实是这些学生的颜值都非常高 最关键的是这个班里呢 有三朵金花 是当年男生追求的对象 这样吧 我们先把这第一位金花一号请上来 那大家先给我们唱首歌吧 掌声有请金巧巧 有请 一朵荆棘中待放的花 为了盛开的梦想牵挂 即使手再多伤也不对却 坚持信念不再害怕 成长能力成千心太多 默默地承受心酸失落 尽管未来路上不满坎坷 期待绽放心不退缓 我不怕被挫护 慢慢学会坚强 没了让他无法 再艰难 也勇敢去闯 盛开的梦想 不必坚强 在寒冬夜要全力开放 只为其中一位梦想 而活着的力量 盛开的希望 不必倔强 执着着将全世界点亮 受命的acao 受命的力量 为路上illo利 discretion 不贪婪的 希望 若是贪婪的花 若是贪婪的花 只为贪婪的 贪婪的 希望中盛开的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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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回事啊 乔乔姐 这四个怎么就上来了 因为我们其实刚才导演说了 说让我唱歌 然后伴舞把他们请上来 等我临上台之前 我们四位同学说了 不不不 我们要去给乔乔伴舞 所以你刚才没看到他们的舞姿 我没看到 我听到笑声 来来来来 希望中盛开的花 没法看 非常好 谢谢 来 我们再次把掌声送给我们 九四明星班的同学们 欢迎你们 谢谢 今天刚好凑巧 然后来了四小天鹅 来给我伴舞的 我来隆重介绍一下 介绍一下 对对对对 这边是我们班的班长 傅大龙 傅大龙 也是我们班最优秀的人之一 唯一的一位双料影帝 金鸡华表奖的影帝 傅大龙 掌声欢迎 这是我们班最成功的 是 对 感谢张华老师 在您面前呢 我们永远是学生 第二位就是大家肯定也都非常熟悉的 陈创 最喜欢的一个作品就是笑天犬 大家记得吗 笑天犬 张华老师好 我是九四表演本科班的徐晓东 我们爱你 张老师 谢谢 大家好我是向能 张老师您辛苦了 张老师看到这些学生也特别的开心吧 对 这样吧 我们先用一个词来评价一下我们的这些学生们 他们班应该说还是颜值最高的一个班 评价好高啊 对 我们来看看我们同学的合影好不好 C排最最靠我这边的是 换出来是捂着腮帮子 是我当年在长智齿 学了一个特别大一块那个胶布 中间的叫陈莎莎 现在叫陈子涵 也是非常有名的 对 那这位是蒋琴琴 也是我们班的很美的美女 一朵金花之一 对 这也是一张非常珍贵的合影了 我问一下你们男生吧 你看你们班里的女生数量虽然不多 但是咱们还有三朵金花呢 你们男生难道没对三朵金花当时有什么想法吗 我班特别有想法 没有试试过 你对谁有想法 我就对乔乔 但是没有试试过 知道吧 就心里想的 今天才知道 我怎么不知道 我们这么说呀 不到回声聊量 我们是没法接力的 对啊对啊对啊 当时啊不管是我们班的还是其他班的 都觉得我们班女孩漂亮 我们也觉得漂亮 但是不敢有想法 就是不敢下手 不 不是不敢下手 就真的没有想法 我们那个时候学生是比较纯粹的 所以那时候学习大于这个恋爱 想问问 您对他们当时那个行体课有印象吗 谁的行体课成绩最好 调脚和相能 这都说到这儿 两位学生不给老师汇报汇报 好像有点说不过去 对啊 看人家造型 我们再换一个民族舞的音乐有吗 把新门打开点吗 像呢 你怎么那么傻媚啊 宝刀未劳 张黄老师您觉得 是代表他们当时上学的水平吗 太远了 小鸣就讲 太久不练了 是 但是我觉得 有个人和你们一对比吧 就能显得你们特别特别的风采不简单 你不要看我 你不要每次这种事往我这儿看 我就是 往那儿看 哪儿 那仨 哦 就那戴帽子天才那个 那里啊 包废和心灯 你看人家多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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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下一位 二号男嘉宾 帽贝尔 我一个练武术的 你们太难为我了 哎 张黄老师 希望你理解啊 我们今天完全是在表演 完全是在玩游戏 你的学生 目前这几位 还算比较正常 千万不要为他们的未来担心好不好 张老师我觉得我已经给学校和您抹黑了 知道就好 真的是 张老师他一定能理解 因为我们那会儿 我们班上大学的时候 那个时候我们班人特别少 我们招生只是八个男孩八个女孩 然后到了周末的时候 我们就那时候穷没地去嘛 就男孩女孩都到张老师家 张老师的爱人 刘维娜老师当时也在电影学院做老师 在戏戏里面 所以我们就都去老师家里吃饭 混吃混喝 在里边唱歌玩 老师肯定都见过我们各种怂样 每天都看表演 对 因为他肯定特别习惯 其实我觉得 就是我们刚才说到了 对这些学生 94班的同学 上学的时候很多的场景 刚才乔小姐提到了 我对你们了解的还有一个人 就是张华老师的爱人 今天张华老师的爱人 也来到了我们的现场 来 让我们掌声欢迎 你看 很多的同学都流下了热泪 哎呀 多温暖的瞬间 你看 很多的同学都流下了热泪 我问问刘老师 哎呀 多温暖的瞬间呀 很多年没有见 我问问刘老师 为什么一上场同学们一拥抱您 您就哭了呢 想到什么了 哎呀 从开始招生 到现在都是历历在目 尤其94 94班呢 招生的时候参与的意见比较多 就这样 所以跟他们班就接触的非常多 总到家里吃饭 你看刘老师一上场 我们很多同学都哭了 乔小姐是想到什么了 我想对我特别爱的刘老师说几句 我上学的时候就是成绩不好 然后那时候我心情就 因为我们班同学上学的时候 都是好多有些都是专业做过演员的 然后我是跳舞的 很多东西就都不好吧 然后我心情就不好 我就总给刘老师打电话 我说我怎么觉得我那么差 然后刘老师总安慰我 现在已经很好挺好的 其实考试的时候 你看着啊 瞧瞧她是跳芭蕾的 好像是有点魅 但是她表演起来很泼辣 而且非常用功 她实际上在那个早晨刷牙漱口的时候 大家都知道全校那时候都传着 她的腿就贴着墙上立着墙上 这个手在漱口 你知道吗 就非常用功的一个孩子 可以说是 可以说是 除了科技老师 张华老师 这几位 这三位老师是特别特别轻的老师 我们都说男人有泪不轻弹 我知道您 从刘老师一上场 您就在那哭 没想到 刘老师 没跟我们说刘老师来 冷静一下 因为我跟刘老师和张老师认识的比较早 说 许晓东 你行的 94年 我又看到了我熟悉的张老师和刘老师 如愿以偿考上电影圈 所以这种感情 是一种 真的是一种 亲情 所以今天 张老师能来 真的没想到 他告诉我 整个一个暑假 我家的空调就爆掉了一个 我一直在复习文化课 所以我觉得其实 今天刘老师来 是送给94班的一个惊喜 那这样好不好 今天在现场 你们也送给张老师刘老师一份礼物 表达你们的感谢 感恩好吗 谢谢 谢谢 也是感谢好不好 非常漂亮 非常漂亮 送这些东西 代表不了我们的心情 就是希望他们永远有一个 开朗的 开心的一个心境 我觉得这个 应该是最有纪念意义的 这是同学们 用一颗一颗心 为老师送上的 中国好老师 评审委员会制 好老师证 谢谢 谢谢 也借这个礼物 祝福我们的两位老师 节日快乐 这个证 比我得全国的奖 还珍贵 分量很重 这让我想到了一首 我们经常来唱的歌 岁月和光阴 把一道道的痕迹 刻在了我们每个人的生命里 而这一个个的痕迹 拼凑出了完整的 属于我们青春的故事 所以接下来 我们想请所有的嘉宾和老师 一起来欣赏一首 能唱出我们心情的歌 光阴的故事 有点心情的故事 谢谢 岁月和光阴的故事 和高阴的故事 全群的花开 秋天的风 以及冬天的落涯 险旧的清晨 年少的我 曾经无知的这么想 光影他带走四季的歌 你我轻轻地勇唱 风和雪夜的诗句里 我在念念你成长 跟刘老师特别特别亲爱的老师 小冬 你醒了 我们 就在那多久 伤感的初次 回忆的青春 流水他带走光影的故事 改变了我们 就在那多久 伤感的初次 回忆的青春 两千级表演高职 我们掌声 欢迎他们 沿着校园 熟悉的小路 青春来到树下读书 初上的太阳 照在脸上 也照在身旁 这棵小树 沿着校园 青春来到树下读书 青春来到树下读书 初上的太阳 照在脸上 也照在身旁 这棵小树 亲爱的伙伴 亲爱的小树 让我共享阳光日露 让我们记住 这美好时光 直到长城 参天大树 让我们记住 这美好时光 直到长城 参天大树 刘二好 你们好 欢迎你们 来这样吧 接下来呢 我们索性就召开一个学生集合大会 我们请各位学生来到我们这个椅子上落座 我今天只有一个目的 今天只有一个目的 就是请大家展开对张华老师的爆料大会 想什么呢 张华老师那么完美 爆什么料啊 难道张华老师有缺点吗 到底有没有呢 有没有啊 这样我们采用不记名投票的方式 对 我们给准备了小纸条 你们就把和张华老师印象最深刻的事写下来 然后放到我们的这个纸箱那里 有些同学写了满满洋洋洒洒一张纸 这是这是无声的控诉啊 张华老师请您记住这位写了写了这个三条这女生 我先跟您分享 不用写这么认真吧 第一条抽烟不爱抽太好的烟 第二条永远再说 永远是再说两分钟才下课 第三条我不敢苟同 经常会骂哭女生 这事有吗 骂哭女生 这事有吗 还不是骂的吧 有有有有有 我是我们两间级我们这个班最频繁的被张老师骂哭的女生 张老师下回对女生不要太狠了 怜香惜玉一下 我这个我看了也有点感触啊 就是很简单 他说太过于严格 一丝不苟不讲人情 但是心里很柔软 我觉得这也表达了同学们对于张老师的这份情感很负责 尤其是我们这第一排的这两千届的同学们 因为老爷子对我们这个班的爱真的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 所以今天又正好是老爷子即将过生日 每一年我们这班的学生到的特别的起 不管在天涯海北的除了在拍戏有任务的都会到北京跟老爷子吃顿饭 其实今天我们学生对于老师说的最多的就是两个字感谢 而对于老师而言 我想能够看到学生一步一步的成长 本身就是最大的回报 也特别想把张华老师刘老师 还有马老师冯老师一块 我们请到舞台上好不好 来有请 今天是我们舞台上嘉宾最多的一期节目 但是也是让我们觉得最温暖的一期 节目的最后呢 各位同学也用一份特殊的礼物 为张华老师送出了纪念 这是一本纪念册 张华老师您来看一看 纪念册里都写了些什么 有人说 辛苦一辈子 逃离满天下 陈创 有人说您的指导受用终生 徐晓冬 还有人说 一日为师 终生为父 我觉得最简单的一个是三个字 我爱您 谢谢 谢谢 谢谢所有的同学们 谢谢 其实刚才有位同学 不经意间透露出一个小小的秘密 那就是过几天就是张华老师的生日了 那今天我们这些同学们 包括我们的节目组 也为张华老师准备了一份生日礼物 祝您生日快乐 祝您生日快乐 谢谢 教师节快乐 也祝您生日快乐 我们一块来大声地对张老师做出祝福好不好 祝张老师生日快乐 谢谢大家 将近四十年了 马尔超是我第一代的学生 马尔超是我第一代的学生 刚才老冯说了 他是我学生中年龄最长的 那么叮当是我目前这个学生中 毕业生理年龄最小的 几代人 我觉得不是我给了同学们多少爱 而是同学们 各个班级的同学们 给了我和我爱人 给了我们这个家庭很多的爱 在这我再一次的谢谢所有的同学们 那么这也是一个庆祝教师节的日子 我觉得同学们 我觉得同学们今天在这里 也不仅仅代表了是对我一个老师的感情 而且是代表了全国的所有的学生们 对所有教育过教授过我们的全国的所有老师们的 节日的祝贺 在这我也祝全国的老师们教师节快乐 张华老师说这一段话 我看我们很多同学都流下了热泪 我觉得这眼泪里包含了太多的内容 感动感谢感恩 这样吧 都擦干眼泪 以最美美的面貌 我们一块来合一张影好不好 留下这样一个珍贵的瞬间好吗 好 一 二 三 茄子 不要问我到哪里去 我的心 遇着你 不要问我到哪里去 我的心 遇着你 无论我听的那片云彩 我的眼泪从石头想你 如果我在风中歌唱 哪个声 遇着你 哪个声 遇着你 哪个声 遇着你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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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遇着你 对人的情依 那年是吧 我们不是无话 青春岁月 我们共度年华 时光消失 我们都一场大 忘了时光 三世而立了 那些青春 记忆泛黄 我们慢慢老了 美好染上岁月 满意我心结 我心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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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也不动 我心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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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回神多了凉 愿心春永远不老 永远不为你狂 请回神久久回到 心中永远永远